大家好,我是莫莫妈妈 这样做的豆腐,非常的滑嫩又鲜香 做出来比麻婆豆腐还要好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一下吧 今天花了两块钱买了一块豆腐 咱们先将豆腐改一下刀 横着先切三刀 再竖着切三刀 最后把豆腐切成小方块 切的小块一点,这样好入味 全部切好之后,先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块生姜,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把它切成姜末 再来准备几斑大蒜,先把它切成蒜片 再改刀剁成蒜末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几根小葱 将葱白和葱叶分开 先将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 接着再将葱叶改刀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些红辣椒 将它切成小片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装入小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加入一勺淀粉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先放一边备用 锅中加入清水 然后放入一勺食盐 再用铲子将食用盐搅拌均匀 先放一边备用 锅中加入清水 拌均匀 使豆腐全部浸泡在水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将它煮个2分钟 主要是去除剁腥味 2分钟后再用铲子推动一下 然后再用漏勺把豆腐控水捞出 全部捞出来之后先放一边备用 起锅放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再把姜蒜末倒入锅中 开小火把它煸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加入一勺豆瓣酱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加黄豆酱 把它炒出红油来 炒出红油以后加入一碗清水 盖上盖子开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我们再把豆腐倒入锅中 再用铲子将它轻轻的推动几下 使每一块豆腐受入均匀 煮至一分钟之后加入一勺生抽 一小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提现 然后给它推动几下 让所有的调料入味到豆腐里面 再把盖子盖上炖煮三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来看一下吧 哇太香了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现在我们来勾三次保歉 这样能使豆腐更加的入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勤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然后我们再放第二次勾芡 一定要分三次勾芡 就这样将豆腐慢慢的煮至浓稠 大家看清楚 我们第三次全部放进来 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汤汁非常的浓稠了 俗话说的好 豆腐没盐狗都咸 然后放少许食用盐 继续给它推动均匀 使食盐化开 再给它煮个十来秒 我们把辣椒放进来 再加入一勺鸡精 把葱白也倒进来 喜欢吃五香粉的可以放一点五香粉 继续的将它翻炒均匀 炒个20秒之后 再把葱叶放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看一下这样做的豆腐 非常的嫩滑 这样一道好吃又下饭的红烧豆腐 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可以出锅装盘慢慢的享用了 喜欢吃豆腐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下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做出来比麻婆豆腐还要好吃 非常的嫩滑又鲜香 如果不好吃你来找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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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